主料,鸡胸骨肉800克,黄瓜100克,胡萝卜100克,木耳10克,主料,油,盐,鸡蛋一个,淀粉一勺,蒜片三片,姜三片,糟乳汁二勺,胡椒粉一勺,准备时间,10-20分钟,制作时间,30分钟到一小时,准备调料,鸡胸黄瓜去皮胡萝卜,及木耳洗干净备用,鸡胸切片, 放腌胡椒粉,生抽,脏卤多放些,姜丝,少量水,用手反复抓匀,最好筛大几次鸡肉,再放少许淀粉,鸡蛋精抓匀,最后放少许油拌匀,黄瓜片和胡萝卜木耳,加盐腌醉入味,拨放少油,煸炒胡萝卜片,木耳,最后放黄瓜片翻炒两下,倒出备用,锅多放些油,放葱花, 在放鸡肉片翻炒八成熟时,出锅可以多加糟卤汁,烹饭技巧 一,鸡片一定要切得薄,如果感觉新鲜的不好切片,可以事先稍微冷冻下 二,鸡肉上浆是鸡肉滑嫩的秘诀,但是顺序一定要记清楚,一是水分摔打进去,二是烂青果肉,三是点粉封住水分 三,鸡片上浆后,放入滚开的水中,用露勺轻锅,方式鸡片逆三连 四,鸡肉切片,所以其他蔬菜也同样切片才会好看 切放胡萝卜,胡萝卜是织融性的,或有有利于营养吸收 黄瓜最后出锅前放 五,加入少许盐调味即可 其他都不用忘了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